有个填满色彩 这个是决定它的背景颜色 接下来的话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其实应该是哪一个 是这一个 不过你看它预设的是什么呢 叫什么橙色 辐射6较前80 不过我们不是要这个 如果说你要得到三个数字的话 请有不要移到底下这边 有个叫什么 其他色彩 其他色彩 基本上这个RGB三个颜色 是从这边其他色彩决定出来的 那各位可以看到 底下是不是有个RGB三颜色 那这个地方就会跳出 它现在的颜色 并且告诉你 它的红色是多少 253 233 217 所以你把这三个数字记下来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恢复回来了 那程式要怎么撰写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首先的话 我们复原来看一下 这地方来指定聚集 我刚刚这个地方我写的 基本上 这程式码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在这里 复原 那其实你也可以把前面的那个复数转正 把它copy 改一下这个复原 那前面这两行一样 那范围也是一样 会有差别是在这里 这地方 也就是说我要先怎么样 判断一下 判断什么呢 判断如果 我的储存格里面 我至少再放大一下 这样 这个一般 在这个 撰写风格里面 自改为12 OK 好 那这边的话 如果我判断一下 就是说呢 我现在储存格 那我现在储存格的那个 这个颜色 就是字的颜色 字的颜色怎么判断呢 字的颜色就是 也是一样点font 然后呢 点一个color 如果它的颜色呢 是白色的 如果这个条件成立的话 那要做什么动作 就是把上面这一个 也是一样 这三行程式呢 你可以把它copy下来 然后再来做修改 就是如果它是白色的话 那要把它怎么样 转成黑色的 所以黑色在这里 把RGB 字的颜色把它改成黑色 那再来的话 它的底色部分的话呢 再把它改为 我刚刚讲的这个颜色 就是253 233 217的颜色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的话呢 利用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我把它点一下 这边假设给它 三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这边三 按复原 OK 那就一下复原 不过最后 我刚刚我多了 做了一行程式 就是说 它本来跑完之后呢 它游标会放在哪里 会放在这里 所以呢 如果你希望 不要每一次呢 都要把这个卷轴移过来的话 那我最后呢 又多做了一个动作 就是说 在那个程式跑完之后的话 在这个地方多写一行 叫做Range A3.Slex 就是说呢 程式跑完之后的话呢 我把它让它回到哪里呢 回到前面的 前面A3的位置 把它点一下 就把游标停在这里 不然的话 它一直都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你变成要挪回来 所以我多了一个动作 点一下 那这样的话呢 感觉这个程式哦 这个会比较 比较顺一点点 所以这部分的话 想各位试试看 这程式部分的话呢 就是把刚刚的部分呢 再做一个改写 OK 把画面呢 先还给各位一下 多一个复原 画面先还给各位 感谢观看